几天前 八卦媒体拍到葛优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开车回他妈妈家 据透露 这个三岁的孩子 是去年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葛优的儿子 葛优是国家一级演员 有许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他是一个深受观众喜爱和尊敬的好演员 他和妻子贺聪结婚多年 但什么也没发生 谣传他们要去丁克 现在葛优和贺聪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他们都六十多岁了 突然一个孩子出来了 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6月16日 某八卦媒体直播 称葛优的三岁儿子被曝光 并分享了一张葛优带孩子逛商场的照片 据八卦媒体报道 这个孩子是葛优和他的妻子所生 但是葛优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回应关于这个孩子的谣言 但是两个小时后 葛优一个人去了商场 可能保姆已经和孩子们玩够了 葛优来接孩子 葛优六十四岁 看起来精力充沛 身体强壮 状态良好 但是两个小时后 葛优一个人去了商场 可能保姆已经和孩子们玩够了 葛优来接孩子 葛优六十四岁 看起来精力充沛 身体强壮 状态良好 葛优找到了婴儿和保姆 当时小家伙正在街机里玩游戏 看起来很专注 葛优立即坐在小男孩旁边的椅子上 等他玩得开心 虽然葛优还没有回应关于他三岁儿子的传闻 但如果是真的 网友们会慷慨地送上祝福 能够老有所依 享受天伦之乐也是一大幸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